有名骑电动车的男子在路口等红灯 突然后方飘过来一辆大货车 这个飘是飘移的飘 将男子撞飞 万幸的是 男子翻滚落地之后 自己坐起来了 真的是命太大了 事发当天 当地正在下小雨 骑电动车男子在马路中间等待 就在这时 他身后一辆大货车飘移着冲了过来 车头直接撞上男子 直到这一刻 男子都不知道后方飞来了危险 撞击十分剧烈 男子当场被撞飞 电动车成了一堆无法辨认的碎片 然而奇迹发生了 很快男子一脸蒙圈地坐了起来 他毫发无伤 从慢动作可以清楚看到 电动车几乎是垂直被大货车追尾着 货车车头是擦着男子的身体撞了出去 男子翻滚落地后 眼瞅头部要被后轮碾压 后轮也是擦着头盔压了过去 相当命大 京初步调查 事故是因为雨天路滑 司机紧急刹车造成的 目前赵氏司机正在接受交警调查 我们下轮转的电动车几乎是垂直车几乎是垂直车的